成都 中国四川的省会 作为曾经的古史文明发祥地 如今 它已是中国西部地区的商业贸易中心 以及交通中心 是中国十大创业城市之一 在这一集中 我们将跟随三位处在不同创业阶段的外国人 看看他们与这座中国西部城市的故事 你好 哈喽 乃哥 今天到哪里了 你走吗 你走这边 好久没来了 你走 乃哥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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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哥 你不见了 来来来 坐坐坐 最近太忙了 太忙了吧 哎呀 到处跑嘛 就是 还需要注意身体 就是 我就是专门过来调理一下 来 我们再来看这边 右边 这个地方也是有点疼 嗯 来低头 身体坐直 坐直 车过来 哎 好 我们再压一下 看 是不是不疼了 不疼了 江南 美国人 他在成都已经生活了20年 现在是2018年 来成都有20多年了 当年我来是当交换学生 呃 说中文文化 人类说 中教 然后 其实我来中文之前 我晓得我要来中文 但为啥只选择了成都 就是因为 我对成都的了解就是 成都人喜欢吃辣 因为我父母从小也喜欢吃辣 也把我培养成一个最应该吃辣家的人 所以说我就很简单地选择了成都 因为这个成都的名字 成都的辣椒 对于辣椒的喜爱 让江南来到了成都 也让它很快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认识了更多的朋友 而对于这座城市 在江南看来 是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 这里有着浓厚的戏曲文化 茶文化 饮食文化 是中国名副其实的休闲之都 美食之都 像所有成都人一样 每天早上的茶友会 是江南一天的开始 大哥对成都的了解 是从20年前开始的 就是我是1998年来到成都 第一站 中国第一站就来到成都了 运气好啊 对 那时候成都真的很小 我记得第一次下飞机 进城到石川大学 这个路又窄 车子又少 然后执行天又多 对 那个时候二环路才修好 对 二环里外 差不多是露天 对 那个时候 几个执行天 因为那个时候成都错了很小 二环一累 几个车都还挺方便 有天气好就行了 现在哦呦 成都好大了 好发达了 来了成都 修的第一句成都话是什么 你猜 应该是 啥子哦 你猜一猜 好烦哦 不是 那个是以前成都女娃娃最喜欢说的 成都女娃娃说的是另外一句 好烦哦 没有我说的就是 哎 老板都放点辣椒 哦 嗯 然后后来就啥子都不会说了 只可以说自己 对对对 加钱 我说是文化 可能跟我说是语言是一样的 嗯 我说 说的中文 我只把它当成我的母语 然后 进入了这个 语言环境 就学会了成都话 呃 包括西字啊 中文文化 我也是这样说的 我就是 加入了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不是因为习气 不是因为 我是外来人 就是因为我就在这儿生活 这个就是成都人的生活方式 然后 这个也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从茶庄出来 江南干往午侯图书馆 因为今天那里要举行一个读书活动 而她是今天的特邀主持人 无权力阅读唱一书 加上欢迎 掌握主持 我去图书馆 世界 读书子 欢迎您的参与 看她主持的样子非常专业 易打听 原来江南曾经在成都当地的电视台 当了很多年的嘉宾主持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005年 我参加了一个吃辣椒比赛 从这个服务赛到这个中纪赛 刚好进了这个中纪赛 要吃50个那个小米辣 虽然我没有达到第一名 但是有20多家常规的媒体 都过来采访我过后 第二天我就开始做很多节目 基本上每天都配节目很忙 就是因为我是个老外 会说实转话 很多人就开始认识我 特别多的在盖上 以前都和我老外 老外 后来慢慢慢慢 他们就盖上就和我难过 难过 难过 几年的嘉宾主持生涯 让江南成了当地 小有名气的外国人 见时期成熟 他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业 这个叫原味的火锅店 是江南与朋友在2015年一起开的 之所以叫原味 据他自己说 是因为与成都的缘分 加上想为人民服务 而选择用火锅店创业 是因为江南受到成都饮食文化的影响 其实我为啥做火锅店 很简单 我做美食节目做了很多年了 然后我经常就去平常火锅 有些我喜欢 有些不太喜欢 有些有健康 有些不健康 我就是干脆 我给大家带来 我觉得是非常健康的 最地道的成都火锅 成都这个美食之都 让江南深深地喜爱着 爱着他的辣椒 爱着他的火锅 这座城市的魅力 也让江南从一个美国人 变成了成都人 开始 开始 其实这个成都的火锅好 你不要听我爸 你晓得 成都火锅呢 就是蝶子里面 必须有蒜 蒜泥 然后呢 必须加香油 然后其他的看个人火锅 必吃的就是新鲜的毛肚 然后今天还点了这个牙食 哪个字啊这个 毛肚 甩一下 好多秒 12秒左右 12秒左右 他到成都之前 他是没有接触过火锅 没有接触过串串之类的 这样的食品 那么到现在 他几乎是离不开 这些都是一些 任务修身的一些改变吧 或许是因为江南在这座城市知名度的原因 几年里生意一直非常好 这让他有足够的收入维持自己想要的生活 他并不想着扩张自己的果果店 也没有着急在其他地方开设分店 而是一心想深入地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难说是他的性格选择了这种生活 还是成都悠闲的生活影响了他 今天江南听说有几幅灯黄的佛教壁画要在文书院展出 并一大早就跑过来 我也经常去文书院 那个时候八字头 就看到老头老太婆 坐在那儿 上午坐在那儿 摆楼梦桑 中午吃点菜 然后下午几道摆 这一段我也学了更多的是 不仅是语言 也是中文文化 因为这些老头 可能有一些是退休的中衣 或者退休的其他的 比较了解中文文化的 包括画家之类的 所以说那段时间就说很多中文文化 这些都是用原材 那这些原材是哪儿来的呢 其实原材是90年代才新的一个名词 但实际上其实它是一个我们中国传统一个很古老的画种 演变过来的 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江南的名字也是大有来头 好多年前 我跟一个兄弟 我们在白龙门站 我在想 想一个名字 然后 一个是跟我英文名字有信 还有就是 岛教 成百岁 就姓姜 三点岁那个姜 佛教 就经常有那个奶 还有成都话也是经常有那个奶 比如说 你到哪儿去呢 你在做啥子呢 都是那个奶 参观完壁画 江南来到一位书法家家里做客 因为今天江南想向他求一副赐 你读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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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 江南与书法家最开始认识 就是在文书院百龙门镇 得知书法家练了二十多年 他非常感慨 最初来到中国时 他也认真学习过书法 但因为那时工作太忙 没坚持下来 现在一事无忧的他 或许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书法没有坚持下来 但我现在那个时候 我的孩子基本上都认不到 现在认多了 我可以欣赏书法 我晓得写得好不好 改善我自己写 这个是要用一辈子来学习的东西 你外国有的人来喜欢这个 我就得试了 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我送你三个字 送过吗 怎么样 这个太好了 这个太好了 要不我们服务营 我拿去 回去 书法家送给江南的作品 他非常喜欢 或许这正好是他人生的写照 从一个交换生 到参加吃辣椒比赛 到成为了当地知名的主持人 再到火锅店老板 再到回归自己来中国 读大学时的初心 成为一位痴迷中国文化的学者 二十年过去 这一步步走来 是成都这座城市 让他找到了归属感 也让他找到了目标 而他所经历的 正是一位外国人 中国梦的实现 欧阳是他的中文名字 三十一岁 与江南一样 来自美国 今年是他来到中国的 第十个年头 他正努力地 在成都发展着自己的 三门鱼生意 今天欧阳接到朋友的电话 只是介绍一个高档餐厅老板 给他认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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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吕总 双口吕总 您现在在四川做这个三门鱼 我们知道之后 第一个感觉 货源在我们四川 硬起来 毕竟保证每天都是新鲜的 你们是当天杀 可以当天给我们运过来 这个是我们最需要的 所以您用我们的东西 对我来说算很大的一个认可 我可以给你看看 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拿个盘子 这个是我们的 就 白鱼尊 是一种尊鱼 我们要不要就试一下 然后欧阳建议就做刺身 因为非常新鲜 做刺身是吧 对刺身出来的肉质也很棒 欧阳为了能更好的处理食材 还曾到日本的渔市 专门学习过 她熟练的手法 让很多人以为她是一个厨师 而其实十年前 她也跟江南一样 是作为交换生来到中国的 一年后 交换生欧阳回到美国 拿到了哲学与经济学生学位 这时她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 2008年有那个奥运会 2008年同年 也有那个经济危机 所以在美国 你就是高中毕业生 在美国就是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觉得OK 我觉得中国挺有意思的 我学会了那个语言 要不我就去那边看一下 我来一次到成都 那时候有个朋友在这儿 他在美国政府里面 他在美领馆 他给我介绍各种各样的 要不是政府 要不是大公司里面的人 然后他们 反正留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在这里 不是一个去找工作的地方 我在这里可以自己做一个 所以OK 我就决定我要自己做了 就这样 2013年 欧阳在成都 租了一间 每月一千多块钱的小办公室 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旅 来到成都后 欧阳并没有如江南那样 沉浸在成都的美食中 因为个人原因 他在饮食方面有一些禁忌 他大部分时间只能吃鱼 而在他吃遍了成都各大超市 饭店的三文鱼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生机 我在看一些消费的习惯和现象 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现象 反正中国人最近十年五年就是二十年都 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 他们的很多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变化 中国人吃的鱼越来越多 然后他们吃的品质和品种越来越好 我也觉得在这里的自然环境很特别 四川的山脉非常多 它的水温很低 那个水质特别好 多非常偏僻的地方 肯定没有工业 他们的自然的环境很棒很了不起 地震之后政府开始修路 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 你才可以用到这些水 才可以解除到这些很偏僻的地方 成都特殊的地理优势 水质和优质水源 让欧阳想到了 通过建立渔场来养殖三文鱼 但是在下山的路上 欧阳看到了几座占地面积很大的 本地渔场已扎根在山里 看起来已经营多年 略显泄气的欧阳 还是决定去实地拜访一下 一个小时吧 好 你带他们上去看两个渔场 应该是就一个小时吧 好 好 晚一点见 哈喽 在与渔场主交谈中 欧阳又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 刚开始的时候他跟我介绍 他说冷水域对水质和饲料要求很高 他说我品质要好的话 还是要乖乖地饲料 现在的技术和配方也比较好 他就给我推荐了一种饲料 你比较去实的样子 这个质量是比较好的 我们就合作了 就从饲料开始合作 看到实力雄厚的当地渔场 欧阳立刻转变思路 先从饲料入手 与他们建立合作关系 逐步了解市场 慢慢拓展人脉关系 优质的饲料得到渔场主门的高度肯定后 欧阳以为接下来的事会很顺利 可谁知道没多久意外就发生了 过几个月了 有几个羊主夫就是给我打电话了 在电话上就是开始骂了我 他们很生气 我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他们生气 但是很明显他们生气 那时候他们都用的诗传话 然后我不是特别能听懂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骂我 我知道他们在说我骗了他们 开始用了这个进口的高品质的那个饲料之后 他们的鱼就没死 因为那个饲料本身更贵 同时他们需要的量更多一些 所以突然他们说你是故意了 你想把我生意就倒闭了 你骗了我 原来之前渔场里鱼苗的死亡率是50%左右 当有客户定一万条鱼 那他们就要养两万条 但用了欧阳的饲料后 鱼苗存活率大大增加 导致多出来的鱼卖不出去 所以养殖户才开始抱怨 经过考虑 欧阳打算建立一个自己的三门鱼加工厂 这样不但能解决鱼的销售问题 也不用担心货源不足 但是他对于如何建立工厂完全没有经验 只是听说 成都周边很多地区的政府都愿意支持创业项目 拿定主意 欧阳就开始拜托所有的朋友 打听在哪里的政府有企业扶持计划 没多久 他的朋友告诉他 在瑞宁的一个工业园区 能提供加工厂房 欧阳立刻动身 在《浩雪南》 《浩雪南》 《浩雪南》 你也好 《浩雪南》 你好 《浩雪南》 您好 杨志明你好 你好 那我们直接到一个去补呢 这个头头就是腰出来 一样 这边洗裤洗盘 这个就行了 对 有发护 欧阳参观完场房后 觉得很不错 瑞宁政府也派人来到园区 给欧阳提供帮助 讲解当地可以提供的优惠政策 洽谈进行得很顺利 厂房的事终于有了眉目 让欧阳近期焦虑的心情舒缓下来 而瑞宁之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 是地方政府的效率 这让他想起了 之前为了在中国办理工作签证时 必须出示的一份美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这让他在家乡吃尽了苦头 我跑了可能三四五个不同的地方 就在同样的城市 就是十几公里 二十公里 一直在跑来跑去 就是为了扳到这个东西 他们必须拿到我的手上的这个指纹 需要拿到我的指纹 我说好 我需要你帮我 帮我的指纹 有没有这种的服务 他说只有我们把你翻过监狱 我们才可以帮你查 但是如果警察没找你 就没法做 我说 因为我已经跑了 半天就跑了 我觉得 要不这样 要不你给我说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罪 我现在可以翻 然后你现在可以把我拿到监狱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做完 反正我觉得哇 这个东西那么麻烦 后来我就终于了解 就是中国去办那些不同的一些许可证 反正在成都高兴区 所有的那个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坐在同样的一个楼 所以我就在同样的一个楼里面 好 从这个窗口到对面 就是对面 反正一个下午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就就是先进下来 或者最起码可以了解所有的步骤 欧阳说 生意的关键在于效率 高效意味着利润 这次穗宁之行也让他明白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 为什么这里的机会如此之多 从08年来到中国工作 到现在已经十个年头 从刚到成都的青色小伙子 变成了现在的胡子大叔 欧阳一直在努力着 他说他愿意扎根在成都 做大他的三文鱼事业 按他的计划 未来的十年里 他能够将他的三文鱼品牌 推广到全中国 非常好 他的中文名字叫梁月 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90后 与两位先行者不同的是 95年出生的他 从英国的大学刚刚毕业 来到成都创业还不到一年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来到成都 这里对他来说 是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一切都是新鲜的 有趣的 那他又是为什么 没有留在英国 也没有回到西班牙 而是来到了成都呢 所以我来到中国 主要是因为我开始了自己的 商业 所以我们来到中国 因为在成都 开始 我们来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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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进入 一个设计的 设计 叫做 《Startup Bootcamp》 在成都 然後我落在家和街上落在這裡 所以我決定留在這裡 我決定要學中文 長久了 因為我真的想要解釋一下中文 和在中國的未來的工作 所以我就認識 Ashley 我跟她认识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在做一个cooking class 然后她是我的一个学生 我叫她做川菜 就是我们怎么第一次认识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次偶遇让两人成为了朋友 90后的周兄威与梁月有着差不多的年纪 共同的创业梦想 于是就共同创立了一个服装设计品牌 Alien 成都 所以我们在成都 我们想要建立一群人 或关系人和社区 我们告诉他们 你不是一般人 所以那就是你特别人 你就是超级人 那就是我们告诉他们 而且他们是创业 他们在批评 他们想要改变的规则 他们想要有一个超级性能力 因为两人都还没有资金 所以他们只能将咖啡厅当成办公室 从设计 开会 会客 接收订单 到制作样品 都在咖啡厅里进行 年初 两人一起在互联网上 开了一个网络商店 销售自己的服装 这也是他们目前唯一的销售途径 为什么我们开始做设计 开始做我们的这个有趣的T恤呢 是因为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设计 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好看的东西 有很多相同的点 同时呢 我们经常 因为会经常一起出去玩 然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比如说他作为一个外国人 他经常会 我们坐地铁什么的 他经常会对小孩 你看妈妈 你看外国人 然后觉得这个非常有趣 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把它 如果我们把它印在T恤上 或印在手机上 大家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们开始了做这些事情 一般做出来服装 都要找专业模特拍摄宣传照片 但是他们没有钱去请模特 所以梁岳就一直代劳模特的角色 当然 他也很乐此不疲 穿衣服 一点 一点 你准备吗 好 这 one is so good 我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友谊 对吗 中国人 外国人 我们永远都在笑 我们的关系 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真的想要做 一些品牌 可以关系 两个关系 让它们更有趣 更有感兴趣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 它是我们的关系 我们都在笑 两个关系 我们的关系 我从来都没有过来 是的 有很多想法 有很多想法 好 两人的网店开张有段时间了 因为没有资金 所以总没做过推广 网店几乎没有什么订单 但出于对自己产品的自信 他们决定穿着自家的T恤 去街头做一次市场调研 谢谢小朋友 三个女孩可以 你好 我们找到人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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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制服这些T恤 人生的和中国人人 我不知道 Was do you think about it 我们正在去关注两个事 我不是外国人 但是要感觉更遙c 而这一遍是《行政》 它也闭上了 你喜欢它吗? 没人 好的 但它是更加对的 我们一天想送了两个国人 我认为是外国人是不重要的 只是享受它 对我们的事是有趣的 因为每个小小小的小孩 我看着我 是外国人 所以我认为是外国人 是这样 这就是不值得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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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不喜欢 对 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问他们 这一次的调研结果很不理想 正在两人为此沮丧时 梁月收到了朋友Erik的短信 让他们到伍德斯托克集市去 伍德斯托克集市 是在成都创业天赋计划下 引进了一个线下社交及产品展示的平台 为众多的年轻创业者们提供交流的空间 梁月的德国朋友Erik来到成都已经很多年 对于成都的创业市场非常熟悉 在她的帮助下 梁月与周鲜薇得到了一个摊位 这让他们十分高兴 其实我已经认识阿玛亚和Ashley一年多 然后一直在关注他们的设计项目 然后觉得他们的挺有创业 所以我希望我们也可以帮他们 就有更多生意 就慢慢更快就发展 阿玛亚和Ashley作为女性创业者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重中之重 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创业 让更多的女性创业者创造更多的影响力 让他们的设计和我们的社群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结合 让他们的产品做到更大的一个销量 从Eric那里梁月还了解到 除了伍德斯托克集市外 成都还有一些专门为外国创业者 提供交流的社群与活动 这也许能帮助他们 于是他们决定去看看 对今天我是一个公司的签客 在夜晚我非常疲惫 所以我来到东东 为了一个新的贡献 第14位是 Blanca 从Just Dance Studio 现在我们一位的设计 是让我们设计这个地方 像一个门大学 或者一个门大学 然后我们到第19位 最近几年 从世界各国来成都创业的外国年轻人越来越多 所以催生了各种为外国创业者而成立的社群和平台 这些外国创业者们通过活动交流经验 分享资源 良好的创业氛围 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信心与勇气 而成都的高速发展 也为他们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 所以第一次我来到Tai K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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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现在我已经知道 但之前 我看过这种品牌 像这种品牌 然后这些宫 我来到Tai Kuli 我来到Tai Kuli 我来到Tai Kuli 但梁月说 她不会放弃 传统中 迸发出现代的活力与朝气 就是梁月对成都的印象 她希望她和轻微的T恤品牌 也如这拔地而起的现代建筑一样 在成都这座城市中 这座城市的发展 也见证着众多创业者 从无到有的创业过程 而成都还将在未来的时间里 承载起更多中外创业者的梦想 在下一集中 我们将来到美丽的港口城市天津 这里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曹运码头 也是历史上最早对外开放港口的城市之一 而今天 它又会是怎样的情景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